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韩国经济快报 我是李磊 消耗能源的夏天已经过去 从现在开始养成节约能源的习惯比什么都重要 聚集能够提高能效或节约能源的智能型产品的展览会 拉开了帷幕 这是一个防止冬季水管冻结的防冻保护系统 与水流流动时也需要供给电力的一般产品有所不同 它只在水管中的水不流动时才向发热线供电 最多可节省95%的电力 这是使用LED照明的植物栽培器 由于它只发出植物生长所必须的波长 最大限度的减少了电力损失 不仅如此 其光学效率高于一般照明 光源利用率达到93% 此外还使用了自身灌溉系统 这种系统无需通过外部供给来获得栽培植物所需的水分 仅通过捕捉室内空气中的水分进行储存 随着人们对节能的关注度不断提高 本月9日在COEX举办的韩国能源展 本次展会涵盖了被称作第四能源的新能源 与可再生能源和第五能源节能等领域 旨在使节能文化走进日常生活及各个产业 自去年9月15日发生循环停电事故以后 为节省电力的日常化 文化化付出了不懈努力 夏天过后 今年秋季知识经济部 也通过国民发电所和秋季快出发活动 使任何人都能够很容易参与到节能运动中来 相关人士强调关注节能并不能只急于一时 在一年中的任何时候都持续节能非常重要